头条讯息 重大的火警带您来关心 只因为跟家人起口角 竟然放火烧家还夺走八条人命 新竹市东大路上的一间轮胎行 在昨天深夜发生了火警 两层楼的铁皮屋被烧个金光 消防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不幸的是居住在二楼 陈姓屋主一家有八人葬身火海 涉嫌纵火的还是屋主的二儿子 他不但害自己妈妈妹妹烧死 就连自己的太太以及三个小孩都不幸丧命 警方出不了解是家庭纠纷导致纵火 不过详细的原因由于嫌犯还在家户病房插管 没有办法接受警方的询问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浓烟直窜 两层楼轮胎行瞬间被吞噬 火蛇烧穿楼地板 更棘手的是里面放的全是毅然雾 不时传出刺耳爆炸声 屋内装潢全都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到场紧急布水线抢救 原以为只是普通火警 疑问之下才发现事态严重 焦急的爸爸说到一半一度瘫软在地 消防队员一听到里面还有八个人 马上转头出动破坏器材 将铁门锯开进入火场救援 一个小时后火势虽然扑灭了 但留下的是八具焦黑遗体 而起火原因竟然疑似是屋主的儿子 刻意纵火 开着黑色轿车从加油站出来 这时儿子车上已经载着刚买好的汽油 准备回家 而纵火当下 他的手臂也被烧伤 痛得往一楼逃跑 屋主爸爸见状之后 和邻居将他压制 但儿子神情异常冷静 事怀晚上十点多 新竹是东大陆 一间轮胎行 嫌犯先在一楼停放的机车上 泼洒汽油纵火之后 大人疑似冲上楼想救孩子 最后才都不幸惨死 因为大火烧穿地板 八人全都在一楼被找到 先去看小孩有没有在二楼 然后准备将他们带出 但是因为纵火的关系 火是全面燃烧 也燃烧得很快 所以到达二楼之后 可能就失去了意识 被呛昏等等 附近诸湖透露 屋主和二儿子疑似因经营 理念不合 有金钱纠纷 但屋主则说是儿子和妈妈 因为洗碗问题爆发口角 由于人还在医院插管 接受治疗 却使纵火原因的伤况稳定之后 警方才能进一步调查理期 这综合报道 一把大火夺走了八条人命 这嫌犯竟然是老板的二儿子 附近的邻居听了是不敢置信 透露去世的老板娘 平常人很好 家人关系很和睦 附近里长也说 这名嫌犯平常为人客气 前一天晚上还去聊天 跟家人有说有笑 谁料到会发生这一起悲剧 而这间轮胎行不久前 才获得了五星好评 如今有网友在Google上 将店面改为是永久停业 让人看了地团 新竹轮胎行大火酿成八死 无主重返家园低头不语 因为纵火的竟是他的二儿子 附近邻居听了难以置信 我跟他儿子不会啊 就静静都不讲话的啊 我看也不错啊 还有孙子会带来带去 他爸爸很疼那个孙子很疼 喝酒很吵闹也不会啊 附近里长说 这名嫌犯平时为人客气 前天晚上去聊天 还跟家人有说有笑 精神状况也正常 感觉没有暴力倾向 谁料到会发生这场悲剧 俊老姐儿子有怯到诈欺前科 曾与家人不合 发生多次纠纷 曾短暂离家工作又回来 传出嫌犯公称 只是想要吓下家人 但香烟不慎引发火 是自己也被烧伤 有想要冲回火场救人 没想到这把火 不仅让自己的妈妈命丧火 哭还让自己老婆 与三个小孩沦陷火海 妹妹凶嫂与侄女 也跟着丧命 这起人伦悲剧 让附近邻居感到不舍 许多人的印象中 都觉得老板娘人很好 有印象老板时不时 会带孙子出来逛逛 家庭之间的感情很和睦 我觉得活生生的 就在我们每天这样子邻居 会觉得说 看起来很好的家庭 怎么会像这么残忍 是不是 真的很残忍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这些轮胎行 不久前才获得五星好评 如今网友将店面改成 永久停业 让人看了鼻酸 天人永隔 一家十一口剩三人 新竹地检后续将 香烟大体厘清事故 真正原因 简石前新报道 入境检疫三加四 上路之后 不少人都在等说 接下来边境 会更进一步的松绑 也开始期待要出国旅游 不过也因为大家预期心理 还有国际油价上涨 以及疫情逐渐缓和 等等因素的影响 机票的票价 已经开始水涨船高 以国人最爱的日韩地区 带您来看到 相较于2019年 今年十一月 从台湾飞东京的机票 可能就会涨个四成左右 飞大阪跟首尔 预估也会涨八成 欧美地区涨幅更惊人 飞往巴黎跟伦敦机票 大约涨了是1.2倍 而飞到美国洛杉矶 更可能大涨1.6倍 我国入境检疫 缩短为三加四 不少民众开始期待出国旅游 但随着国际油价上涨 加上预期国内 出国需求会上升 机票票价 恐怕也跟着局职账 根据旅游网站统计 今年下半年各家航空公司票价 都比2019年疫情发生前涨了不少 国人最爱的日韩地区 台湾飞东京票价涨幅超过四成 大阪和首尔涨幅约八成 欧美地区涨幅更惊人 飞巴黎和伦敦的机票 涨幅达120% 如果要去美国洛杉矶 涨幅更高 达162% 仔细算算看 相较于疫情前 直飞洛杉矶的票价18000元 今年11月最低票价都还要49000块 民众得多掏3万多块 近一点想飞日本 机票也得多花两张千元超 要选便宜的机票的话 那还是要看这个连航会不会特价 比较冷门的时段 是比较 目前还有看到一些比稍微便宜的票 有专家建议 民众出国完如果想捡便宜 可以提早锁定之后的红眼航班 不过就怕一般的航空票价 短期内难以恢复到以往的水准 得做好心理准备 迎接高票价高旅游成本的时代 记者淘宣华明省台表报道 月底电价是不是会调涨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昨天上网路节目表示 国际燃料价格呈现数倍的成长 五国的电价还是要面对成本问题 但也要考虑对于民生冲击不要太大 似乎是认同合理反应电价 物料一直涨 垫到消费者身上去 再来早餐应该会变奢侈的消费 现在生意又不好 城北又一直增加 真的有一点复合不了 餐饮业者大喊吃不消 因为正值国际原物料上涨 现在还传出六月底 电价恐怕在调涨 看看前一天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上网路节目专访时 这样透露 国际的燃气 天然气 还有燃煤价格 那个成长都不是用几% 是几倍 对整个电价的影响 就是如果直接从燃料价格来看 它那个冲击是非常的大 随着发电成本水涨船高 电价到底涨不涨 曾文生都说交给审议会决定 但盛建台电代理董事长的他 似乎也支持电价该 合理反应 他的主旋律是市场 跟着市场跑这件事情 大概是 大家可能说的审议 最后都要面对的问题 只是说怎么样 让那个冲击是 是不会这么大 但十四号经济部长 王美花才强调 政府抗通膨 已经启动各项动涨措施 这电价调整 论掉不同步 工商业也向审计委员会喊话 我们很感谢王部长的这种想法 我们现在工业界 基本上的立场 我们是希望能够动脏 因为这一次的通膨 对我们产业界 工业界的冲击也蛮大的 电价长部长 预计六月底 审议会给答案 如何在台电和企业间 取得共识 也是两难 谢谢徐志生 杨月达台北报道